這陣子最愛的資格就是翁萊 雖然也不夠大出的規則 但是因為大陸停止拆港台灣翁萊 因此又來四個修停台灣翁萊 副總統劃青鐵跟浪費加工業者 因此要業者就會站出來離庭 又散翁萊 造成翁萊國家隊 副總統劃青鐵強調 要讓中國知道 最大的政治壓力 也不會派台灣的翁萊 副總統劃青鐵 由昕淨宜、農委會副主委陳俊濟 台南市市長恩威鐵頂 前往台南市鴻宇農山新紀公司 使策翁萊加工 並合約各界作為法為基為專基 打開國散翁萊的市場 台灣一定要團結起來支持農民 希望我們業界能夠鼎勵支持 那我在這裡也呼籲我們全國的父老鄉親 多吃鳳梨、多挺農民 特別是企業也能夠多多採購 福利委員會也能夠多多使用這個鳳梨 我相信只要我們團結 從個人企業公司到加工業者 然後再加上國際行銷、多元行銷 我們不僅僅可以解決眼前的問題 也可以讓農民在未來的中長期的生產行銷方面 得到一個穩定的幫助 進行大家共同合作 台南市市長恩威鐵頂 加上市支持藍營國散國際行銷公司 以及台南市農散文銷公司 協助修港屏東 以及高雄行銷的台灣翁萊 共同打國家團體制 穩定台灣翁萊的家庭 那台南是全國第二大的這個鳳梨生產地 我們將會跟其他縣市 包括第一大的屏東 第四大的高雄 一起還有嘉義 一起來努力來行銷 我相信這一點 以鳳梨現在出口大概佔10% 那90%在中國市場 所以中國市場佔在19%的這個現狀來講 我們應該是今年可以安穩度度過沒問題 董委會表示 會依到外銷、滴銷、加工町出師幫助農民 並合照國大、加工町、國大、蔡工、國産的翁萊 開發多元加工的產品 將台灣優秀的翁萊加工品介紹 給京華街的消費者 行銷國內華通路 依實責行動支持在地的農業 繼續陳佳生,看電哭菜方法